留下只有森 一串串永远 阿祥 你最熟悉的梅延芳的歌是哪首 都不熟 謝謝 我真的招起很多門 我要向Muja接近 好像你姐姐出生的時候 Muja方才剛出生 差不多 百多歲 你有沒有唱歌詞? 11月有一個很盛大的香港節目 我這樣說 梅艷芳的電影終於上話 我期待已久 因為我未出生就已經聽她的歌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聽她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我再感受一下Muja 但同時間 我都邀請了今天幾位嘉賓 一起和我們感受Muja 先和大家一起笑一下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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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次回答上答 今集就是梅艷芳知識的問答比賽 大家如果都是Muja的粉絲 不妨一起試試看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不正確 Challenge我們 Challenge為機 好 試不試 玩吧 第一個環節 就是Muja 關注Muja的基本知識 很容易回答 只要有溫習就知道 其實我之前已經給了參考者看維基百科 所有問題源自維基百科 有什麼問題就罵維基 好 第一條 梅艷芳活躍在歌壇幾多年 老職 D30 D30 瘦30年這麼多嗎 活躍歌壇 不是她從小時候唱歌到現在 這是什麼時候她出道 7 所以錯 C C 也不對 還有沒有人補答 好 何榮帝 沒有了 答了沒有了 再補答 何榮帝來 21 21 因為她從82年開始到03分 我終於補答成功 我答2個03 答我是對的 好 梅艷芳的直觀是什麼 好 大家清清 A 為什麼你會知道的呢 一問就輸了吧 這件事 好吧 我都不說差不多 這件事 我覺得盡問到維基的後段 她就答不到 OK 因為有鑑於參賽者和觀眾 都跟我說問題太刁鑽 所以這次我集中了維基百科 所以都是那句 如果知道有錯 就找維基算帳 下一條 梅艷芳家裡有很多兄弟姐妹 排行第幾 好 查理 第四 第四 有溫書櫃不同 OK 梅艷芳公布的第二個男朋友 是誰 都是查理 A 溫書櫃不同 大家 拋來了 拋來了 不要緊 通常第一個環節分數是少些 分數越後 分數越高 下一條 梅艷芳台灣 歌迷如何稱呼 這次阿祥真是快 這次阿祥真是快 B 梅菇 是的 我想這個應該不會錯 好 阿祥有兩分 好 梅艷芳的電影 這一套梅艷芳電影 其實是哪一天正式上畫的 都是阿祥 C C 11月11日 是不是 是啊 真的 CK 真的 不是 不是 B 不是 不是嗎 B B 11月12日 11日 11日還是12日正確 好 補答給你了 路積是有一分 好 這回合每次都有一分 是否還有一題 如果梅艷芳 B B 這題 因為技術性故障問題 所以我特別批准 這裡全部每人都加兩分 好 下一個環節就是梅艷芳 梅姐的關於金曲的內容 第一條 哪一年梅姐沒有舉辦過演唱會 因為梅艷芳那段時間有很多演唱會 每一年都會舉辦 但有一年沒有舉辦 哪一年呢 Charlie 97 97年 你很肯定 你很肯定 你很肯定你錯了 下一個 好 何兄弟 9 5 又錯 哎呀 那我 阿昌 9 3 好耶 你選了4代阿昌 阿昌我一補答給你 有兩分 他有一首歌是被人禁過過的 哪一首 出來 B 壞女孩 為何不肯定 因為是 YY tell me why 對 我知你懂得唱那首歌 但是你怎麼肯定那麼大 我算了 對 是他第一首相對地是 比較當時破格的歌 而令到他曾經一度被禁播 這首歌 好 梅艷芳 烈焰洪順 是哪一年的派台歌曲 大人 我出生的那一年 你出生是哪一年 是哪一年 還沒有 你七九啊 沒有七九啊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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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善雅 阿翔 C 新手 我數不到 Yunis 和老闆回答 Yunis 快點 兩首 我數給他聽 我有一首同仁唱過 我忘記了一首 你忘記一首歌名唱出來 我真的想不到 很差 不用夾一下老闆 他對 分別就是緣份 另一首 另一首就是最後期的歌 《方華絕代》 梅艷芳最後一首派台歌是哪首 《方華絕代》 《單身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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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 阿剛 A 《方華絕代》 他是哥哥的 你看看我們工作人員 都知道答案錯了 這件事 答案 那就知道 傷害很難 因為男人40個電影 大家都記得這件事 但為何會放《刺事故人來》 《刺事故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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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梅艷芳出演唱會後 故意重新出演唱會 是拍台 所以他最後一首拍台歌 是《刺事故人來》 問你死了嗎 梅艷芳當年 拿出新秀冠軍的歌 叫《風的季節》 《風的季節》 大家知道是徐小峰的歌 但這首歌本身是一首日文歌 日文歌原版的名字是甚麼呢 大家嘗試想想這首歌 跟名字有甚麼關係 Fewer Fewer A 眼淚是冷漬 是吧 你感覺錯了 先嘗試 C 《梅艷是鎮宇》 為甚麼 《梅艷是鎮宇》 有點像秋季 答案是《梅艷是鎮宇》 大家找回這首歌 下列那首梅艷芳的歌曲 不是由其他歌曲改編而成 因為當時80年代 很多歌曲都是改編 可以看 B 《將冰山劈開》 下一個 C 《耶利亞》 《耶利亞》 其實是源自和台灣歌手 和安革同名的一首歌 所以她都是改編歌 好 兩位男士 《島濟員》 親吻愛人 沒錯 是親吻愛人 Stand by me 應該全世界都知道是改編歌 所以就對了 當年有一個品牌 這四個品牌 有一個品牌曾經贊助過梅艷芳演唱會 究竟是下列哪一個品牌 我先感覺一下 你感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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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仁愛堂 這裡擺盡你了 這個 夏高 是 是 Charlie 我也感覺一下 是 C C王 我多怕你再答C C王 C王 即是C王牙高 是 又要交給兩位男士 答個正確的問題 好 好 好 厲害 終於出現了 三次都答錯了 好 好 好 下一題 哪一張才是梅艷芳的國語大碟 是 B發便梅艷芳的碟 你這麼肯定 你真是梅艷芳的 是那些年紀 其實我特意擺這個 是非你們的 因為當年梅艷芳出過碟紅唇 但他相同時間出了國語版的大碟 就加少少名 再出過 出來叫百變梅艷芳的碟紅唇 你真是好 4分 即是老人家才答對的題目 下列那首梅艷芳的歌曲 沒有被安排為電影歌曲 A女人心 當然是獅子女 又是老職 C 是 是阿非正傳的歌 下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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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緊眼前人 為甚麼 因為女人心都是電影歌曲 是 那抱緊眼前人是甚麼歌 那抱緊眼前人是大鬧廣出龍女歌 所以電影歌曲是電視歌 你適合給Charlie 補答了兩分 下列那首國語歌 這首歌 梅艷芳是沒有翻唱過的 A大約做到的 B3 B B B 用心良苦 用心良苦曾經出現過 梅艷芳一隻翻唱的大部分 這次快點 Charlie快點 Satan Satan是屠節的歌 你猜不到 他突然有翻唱過 好 又是兩位男士 同席 大約 大約兩分 兩分 其實很多人都聽過梅艷芳 因為這首歌是派過台的 哪首梅艷芳的歌 是翻唱香港其他歌手的 老直 很快 梅艷芳 梅艷芳是誰 梅艷芳是誰 梅艷芳 有配音源 去幫別人配音 不會使用圓聲 G 咪咪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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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人龍寶條 又給你作兩分 我都做中 方日華是梅艷芳哪一個電影的角色 好 知 亂世兒女 你覺得這個名字很配 又是直覺 我發覺女人直覺也是不準 哇 因為沒有直覺也是這樣 但我覺得真的是 等等 嘟嘟嘟嘔嘔 嘻嘻嘻 嘻嘻嘻 嘻嘻 嘻嘻 是 我認識 我知道了 不是 他答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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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翔兩分 你練習他很好 梅艷芳在電影裡 裏面扮演過哪個歷史人物 老職 宗世傑夫人 但我告訴大家這個答案竟然是錯的 我稍後解釋給大家聽 阿祥 B B 觀音 你覺得觀音是一個歷史人物 是誰來的呢? 隨便咯 我這次要交給兩個女士隨便咯 好 這咯 黃飛鴻媽媽 因為剛才宗世傑這個人物不是真實人物 所以就算他有夫人也都是假的 觀音就更加不用說 他曾經是扮那個商朝在忠無儀裏面扮過 但他不是扮盡民風 他是扮齊喚風 而他在最權宜裏面做 黃飛鴻媽媽 對 黃飛鴻是真的有奇人 他媽媽是真的有奇人 這是對的 電影《川島方子》裏面 其實梅艷芳和很多男角都有感情戲 那誰和他沒有感情戲呢? 查理是宋君 大家想想 有梅艷芳搭劉德懷 他兩個角度可能沒有感情戲 下一個 是 有問題 耳東星 耳東星其實是他在日本的情人 好 好 謝賢 對 跟你一樣 謝賢 答案就是謝賢 謝賢只是扶持他 不是 另一個就是他以前的情人 他也叫Matthew Wong 這個人 他是鬼佬樣子 好了 哪一套電影 這四套電影中 有一套電影《梅艷芳》 是一人分析兩角的 其實《梅艷芳》有很多電影 分析 一槍 你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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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A 補把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不要緊要 給下一個答 不過也好 D 補答 D 補答 補答 查理 D 信他 你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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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出現過兩次 Sorry 梅艷芳自己 C 這個反正是Fake 很多時候客串的電影 就是客串自己 何止出過兩次 好 下一個 你回答 你按了 我猜 C C八佳 又要交給你 按了 B B 你看到方艷梅是什麼角色 不知道 這個面子 其中一套演繹方艷梅的角色 是金之玉蓮子 另外一個 就是很久很久之前 不記得的角色 但最特別的地方 雖然它的名字是一樣 但是 它的人 是不同的 所以答案是 哎呀 電影是燕之扣 這套戲 大家應該怎樣也有些認識 這套戲 梅艷芳是怎樣死的呢 角色 問題 C 這套戲 這個真的很容易答 這個應該要放在第一條 這個很容易答 四分 哦 我預計大家鬥快答 這條 沒理由調得這麼難 好 下一個 和梅艷芳合作得最多的導演 是誰呢 通常我叫人想不到有什麼 猜 撞 鬥快 阿翔 我按了 他還沒答 他還沒答 他還沒答嗎 我猜是D OK不要緊 你給阿翔答吧 我扮你原則是選D 不要緊 因為他答了D 你現在只要A B C選 我給你再選一次 哎呀 D 我想選A A D B B 你相信自己還是信 查理 啊 我相信B 你相信自己嗎 不是 我相信得對 啊 其實關錦鵬 我經常以為他和梅艷芳拍過很多 原來只是拍過煙脂扣 原來有個歷史說他曾經想找他拍遠靈獄 不過最後因為大陸封殺他的問題 變成張文庫做 許安華拍過兩套 他最後一套戲 隨刻其實都有前面拍過 但杜其鵬原來拍過審四官 兩套東方三合 濟公和鍾毛艷 他有很多合作 這件事是 梅艷芳 在他最後一套戲 《男人四十》裏面 他的角色名是誰 嘩 好 是 按了 按了 張天娜 張天娜 是愛君如夢的角色 下一個 D 吳梅伊 吳梅伊 是何日君在來的角色 好 兩個男士 阿祥 C 陳文靜 有兩分 我們有勇敢 哪一套電影呢 梅艷芳的電影中 很多時候 莊烈犧牲 很妻味地走 譬如煙枝扣 但有些電影是沒有死 好 誰呢 組織 鍾毛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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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告訴你 不是會怎樣 我稍後解釋給你 下一個 C 東方三峽 為什麼 因為名字 挺搞笑 我明明記得 他的角色爆炸死了 但那個楊子瓶不是他 但為何鍾毛艷 會有角色死 梅艷芳在鍾毛艷 鍾毛艷芳演出過兩個角色 一個是齊孫王 另一個是齊桓 齊桓 齊桓的角色鮮柔了很久 這個電影的片 其實就差不多了 接下來就是這個 有五分的題目 第一題 下列哪一個獎項 梅姐沒有拿過 不斷說 試看 C 新加坡舞台自尊大章 看回答案 不對 組織 日本無聯織 他經常去日本 你都覺得他不對 還是因為那個不是一個新作品 沒錯 這個真的是我作的 哈哈 老仔有2.5分 下列哪一套電影 梅艷芳是沒有憑著這套電影 拿過金像獎的獎 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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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拿過 下個 B 英文本色 直揚之歌 英雄本色 好極 好極 你這麼肯定 為何可以 他真是唯一一套沒有拿過 沒有拿過獎 因為可能會有機會提過名 但不一定拿過獎 這些其實全部都有提名 就是為六時這套沒有拿過獎 下列哪套電影是沒有提過名的 這套電影其實都挺好看的 絕對沒有人都令到好 你看看 對 對 對 哪個角色令到梅艷芳獲得三鳥影后 這個很容易回答 顧曼露 顧曼露是哪套電影的角色 但不是三鳥 他好像有提名 不知道有沒有拿過獎 還有 梅艷芳其實 顧曼露這個角色是配角 他不是主角 好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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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答是給他2.5分 他同時拿過這幾個獎 就是同時台灣金額獎 香港電影金額獎 還有那一家 剛剛舉辦金龍獎 他就馬上拿到這個 梅艷芳其實都有給不同的人 去稱呼 某某某的稱號 哪一個不是 來 阿翔 小徐小鳳 其實他出道的時候 已經被人說小徐小鳳 好 Charlie 惡壇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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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艷芳總共開過多少場演唱會 世界紀錄 B 293 是嗎 有溫書 有溫書才說回答 來吧 哪個明星歌手 其實沒有專稱過梅艷芳為師傅 C 謝霆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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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單是他直系的徒弟 其實很多人受過他的恩惠 都稱呼他師傅 謝霆鋒是其中一個 馬哥 何問題 楊千華 答案是楊千華 答案是 梅艷芳的立場 哪一年完成的呢 阿祥 B B 2005 阿祥不分 好 下一條 其實很多其他城市 都會定一天定做梅艷芳 因為梅艷芳的影響很深遠 這四個城市 哪個沒有 第一個 D D B 美國加州 答案是美國加州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加州 因為加州 你不如說 要是你猜吧 下列哪個地方是香港 真實存在 C 你不要想著它長 又對才行 但真的對 這個 5分 有1C 不得了 他不是猜的 真的有1書 你讀了多少 你讀了多少才來 梅艷芳 之後 有人被行星灌了名字 梅艷芳的名字 那是哪個名字 D D Anita Muy 很正路 答案是錯的 好 不要回答 阿祥 C C C是Queen Queen Queen是人叫它 不是這個行星名 老直 D B 梅艷芳 真的叫梅艷芳 梅艷芳 梅艷芳 其實它不是隔著 三個字是梅艷芳 梅艷芳 梅艷芳 最後出了紀念郵票 同時有哥哥 王家駒 都有出紀念郵票 但這個面值是多少 Charlie C 5元 有5元郵票嗎 沒有嗎 有 真的有 5元郵票 Charlie有5元 接下來有些特別的東西 就是古歌詞 合眼睛就當夢遊仙境 是哪一首歌呢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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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花水月 是 可否唱出來 不懂唱 唱到我再加兩分給你 我 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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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但反正都錯了 反正都錯了 補答 你應該聽很多門言方的歌 對 對 但是 我不吃了 我 扔我一粒絲 女人 出來聽聽 待會再給你兩分 合眼睛 受到夢遊仙境 哈哈哈哈 她疑到 我聽完都講得很難 拉你出來斬 阿翔 只剩一個 一直斬 沒有理由 我不知道 D 這樣唱的 合眼睛 就當夢遊仙境 下一句 雙手擁抱過 嘴巴親吻過 但你敢不敢說 熱愛過 答愛的教育 這首歌 是一個很後期的歌 我自己很喜歡的一首歌 繼續都是鼓歌仔 我在尋找可依為的空堂 老直 嘩 成功 這首歌真的幾乎送 恭喜你 六分 老直有六分 OK 愛過癡情仲 醉過之走農 是什麼歌 唱 你出來聽聽 女人花 你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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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歌詞 我翻差 六分 OK 空虛我 心請君轉入去 是什麼歌 是 老直 好 老直有六分 是 其實這個 這裡有四句歌詞 請幫我順序排 你說四個英文字母就對了 A 要單暖 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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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D 正確順序 你說出來就可以了 相愛很難 人家常常會唱錯 後面看 唱 D B C A D B C A D B C A 你唱出來聽聽 怎麼辦 摩扮 要單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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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這樣唱給你 下個 老直 老直 記住這個不說 現在就這樣唱 D A C B 我老直有三分 答案就是 就是這樣 D A C B 下一題是什麼 這台是什麼 很棒 很棒 找得很棒 Charley A A A 9一神之合 確認 下個 倒職 B 新鮮學神針 這是白雲飛的角色 這台是什麼 這台是什麼 紅番區 答案是紅番區 好 Charley有六分 OK 好 接下來想告訴大家 完 完了 什麼 50條題目 你知不知道 50條我找了多久 多難找 這次 這個回應坊的 問答比賽 本來想 很深刻 因為 找一些問題 都很難找到 還有 也想這件事 知識更多 讓大家可以 更多 一些對美食的 最美好回憶 所以 大家都 希望大家很 享受這次的問答比賽 不過 享受還享受 計分都要 我們要公佈這次的結果 首先 Unis 非常厲害 可以帶你 16分 好 好 阿祥 阿祥 都很努力 所以 他很努力 特地設定台灣的問題 令他懂得回答 所以 那裡很難找 不過他只有25分 第3 總之 老職還是 Charley 拿到我們今集的冠軍 冠軍 48.5分 很高 所以 這次的冠軍 是Charley 阿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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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出西班牙的 一支 嘩 阿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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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 記得 繼續支持我們 JMK同時 我們一起去看 我們這個 《香港的女兒》 我們現場的 這套 很值得去看的電影 大家一起去看電影 好 再見大家 拜拜 拜拜 其實是否經過這次 才會看這麼多 阿瑞姐的照片 每一次玩這個 問答比數 好像都是包尾 兩次而已 兩次而已 嗯 所以每一次問答比數 一定要有它在這裏 就是負責變大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是很刻意的 不溫習的 用心的 知道它都是電影咯 你看過它是甚麼電影 阿祥 阿祥 什麼都忘記了 為什麼很低分 過它 為什麼很低分 我想說 在這裏 對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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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